任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今天我们的祭会开始 请各位合掌进行花艳旅馆 真旧人见空 此行独宗圣 天上神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愿众生 离苦得乐 以目为师 善用其心 例行六度 行十大愿 同修九泽 任母归缘 无量受佛 无量受佛 想要智慧 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 妈子网路大学堂 大家来学习一些命理无事的知识 固文今天要来分享一些 我們開始有系列來開講 洋載風水 一開始 顧問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寫這個像 寫這個命 你只要一個通 其他就很快了 就像顧問一開始先接次面向 開始面向 寫習以後就知道 有天然地 三彩 木火土金水 就是五行 還有十二地資 陰陽 那這些知識在面向也有提到 然後因為懂了以後 我就看那個姓名寫 一下子就學會了 那三個字天然地 陽邊陰邊 那金木水火土 木火土金水 前為藍 為火 後面為水 對不對 然後也有五行 木火土金水 前為藍 為火 後面為水 對不對 然後也有五行 它的 running teen IO 遍禪內 祖兩地資 十二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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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地資 十二地ん 那個天 方向排起來啊 中午的十二點五時 晚上的十二點五時 十一點到一點就是主食 這樣題目牌合分 idasong 顧問在教面相、學習面相 我們已經分享過了 有那個小人像法 所以你臉當裡面 顧問看到一個小人在你頭上 額頭中間一個頭 眉毛是手 髮定毛是腳 你的鼻子就是身體 你在這個位置 好像心臟這個位置 有個斑,我就知道你心臟有問題 因為小人像法 你眉毛斷了 你的手,手足斷了 我們還有一個導人像法 正人一般叫正人 還可以導過來 手呢?眉毛變腳 手和靈魂變什麼樣 變手,嘴巴呢?變頭啊 所以我跟你們分享了 年中是我們生孩子的通道 你要去生孩子的通道 你年中賽制了 就生不出小孩 那就叫小人 我們叫靈年化 然後你知道 這面相呢 我們看出一個人 就知道你哪裡有問題 眉毛斷了 你的手可能有受傷 你法令文斷了 有個疤 你腳有受傷 你出現的狀況 就會出現 就會看出來了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羊仔風水也是一樣 這些道理套過來 你如果通了 就寫一風水 那個風水很快 羊仔風水很快 就像他也是我小人養我 一個房子 我們來講 那個嘴巴 嘴巴就進出的地方就是門 你前面的門口 那個門代表你的口 你左右邊的窗戶 代表你的耳朵 你前面的窗戶 正前方的窗戶 可以看到外面窗戶 代表你的眼睛 所以我到一個家庭去 一個家裡去 我去看 看他的羊仔風水 我坐在客廳 我一看客廳 一坐下來 他的房子的像 那個門口 前面門口 左右邊那個房子的像 剛才我開了窗戶 他們是獨棟的 左邊也開窗戶 右邊也開窗戶 在客廳 在前面都有開窗戶 左右邊有開窗戶 我就會說 你前面也有開窗戶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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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邊就是耳朵 就一個人的連蛋 左右邊就是耳朵 開了耳朵 很乾乾淨淨的窗戶 明亮 這耳朵 前面的窗戶插得乾乾淨淨的 看前面看得很清楚 又看得很遠 木鳴 我們叫耳朵木鳴 這個房子耳朵木鳴 哇 你的孩子一定很會讀詩 這個家裡住的一個主人一定很會讀詩 學習的力量很好 他耳朵木鳴 那我去看 前面的窗戶沒有 不乾淨 髒兮兮的 然後又破爛 眼睛都壞掉了 左右邊又沒有窗戶 客廳的左右邊沒有窗戶 你這個耳不通 就不能聽話 眼睛又看不到 那你有學習能力就沒辦法 老師講課 你就聽不到 那你又不會看詩 看得也不會懂 你這家的主人 裡面長出來的 教育出來的孩子怎麼會聰明呢 所以我去看 喔 哇 裡面 兩邊都有窗戶 大家在上面去 人家是大戶連家 是大企業家 所以他是獨棟的北墅上去 這個火堂 最上面有火堂 那我講 左右邊都有窗戶 前面那個繩火看下去 前面的窗戶 乾乾淨淨了 還有落地窗 乾乾淨淨了 非常明亮 那我說 哇 你們教養出來的小孩 今天什麼呀 頭腦很好啊 為什麼 因為你是別墅獨棟的 最上面呢 就是頭耶 頭的眼睛看得很遠 耳朵又聽得很多 所以住在這種房子的人 耳聰慕明 你看他們寫多好喔 你說把一個房子當一個人啊 當一個人 這樣 棍叫泥年化啊 姓名寫也是一樣啊 第一個字 姓氏 那第二字 像我叫詩盛台 那個詩比對我的初生年代路 就可以看出我的頭部啊 我的頭會怎麼樣 我的思想會怎麼樣 會不會受傷啊 他頭部會不會開刀啊 那中間就是我們的五臟啊 這脖子呢 到我們肚脊的地方啊 好像一個人啊 就天人地啊 就肚脊啊 下面呢 就是肚脊以下啦 你大腸啊 生小孩子啊 你的腳啊 到下面啊 所以你比對 胸還是擠 這個看出來啊 那房子也是一樣啊 你一個一棟房子 上面就是你的頭啊 下面是你的腳啊 那臉部呢 就是這個 這家的客廳 你看一個大宇宙、小宇宙 整棟了 然後看客廳 就前家的印啊 那客廳就是主人啊 主要的主啊 主要的 營養力很大 因為客廳就是大家 家裡活動的地方都會影響啊 所以你要注意 耳衝要慕明啊 你如果一進去 有門進去 也沒有窗戶都沒有 你都沒有開窗戶 左右沒有開窗戶 你耳不衝 眼不明 對不對 學習能力的 耳朵關起來 眼睛閉起來 你怎麼會學到東西啊 那看不到前方啊 然後呢 這個門就是口耶 所以我常常講 一進到一個房子去 不管是公寓啦 或是大樓啦 或是獨棟的別室 那整棟來講 這個大宇宙整棟整個家 還有一個客廳那個門 還是房間的那個門 你會進一般來講 公寓啦 一般的家庭就住公寓啦 或是大樓啦 你的門進去 樓下大廈的門 我們就不算 說你自己的門 來看 是你自己的 你的門前面 在門外 鞋子都擺在門外 然後又沒有用那個鞋櫃弄好 門外呢 就擺了那個偷鞋啦 鞋子一大堆 我看到很多大樓都這樣子 因為空間小嘛 就把那個鞋子的放在鞋櫃啦 什麼放在外面 那又不擺整齊 所以進你的門 在門口外面 都看到你的鞋子 或是我們進去門 開進去的放在閒關啊 閒關呢 你的鞋子都沒有放在鞋櫃 都沒有整理好 鞋子一擺 也有球鞋 也有偷鞋 什麼鞋都有 亂七八糟 我就知道 這個家裡面的人都在吃藥 病愁 口入啊 那個門就是口啊 你的鞋子前面擺了很多雜亂 髒東西 又有味道 那個長風濟氣 那個風味吹進來 那個氣味進來 都經過門口 經過你的鞋子 你鞋子有臭味亂七八糟 那個臭味都進來 顧問我都沒有覺得咧 我們家是擺在閒關 我也不覺得有個味道 你吃吃看看 你家裡有鞋櫃 你把鞋子都擺在鞋櫃 然後你關起來 你再打開 你聞看看 都錯 你現在沒有放鞋櫃 你就把鞋子放在那邊 它那個氣味 你門一開 氣進來 就把那個臭味衝到你家 並從口入 那個病氣都跑進來了 你家裡的人都在生病 都在吃藥 都在上醫院 所以我們要有功德心 千千萬萬不要 把鞋子擺在門口 把鞋櫃擺在門口 你把那個鞋 把那個氣給擋掉了 而且氣進來就帶著那個錯味 眼睛看 像就是眼睛看 你看看你家門口 前面亂七八糟 你給人家印象不好 口就是是非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你是買房子 大廈 大樓 或是公寓 最好避開門對門 門對門 你的口對著口 你就是非就很多 那這門外 就是在外面 跟外面的人際關係 都是是非 那在裡面 房門 門對門 房門 環境的口 就是口舌 就是嘴巴 那口就是門 就是口 口對口就是在吵架 就在門外國 用一個什麼布人 什麼都起來 不管那個都在吵架 住在兩個房間的人都在吵 因為門對門 所以病酬 口入口舌是非就多 就清清旺旺 不要在門口擺鞋子 鞋櫃 給人家觀感不好 人家外面看你就不好 就知道你一個嘴巴不乾淨 就好像出東西沒差 掉的東西在口前面 你家的門就是口 給人家看你的口乾不乾淨 像我們過人 我們都會貼那個什麼 蓮嘛 對不對 我們都用紅色的對不對 用紅色的 就像擦口紅一樣 哇 生氣蓬勃 好像有那個生氣 氣就很好 所以我們都用紅色的 在那邊過人 都要貼那個紅色的 在我們的門口上面 還可以淒血 其實那是 就像一個人的面相 我常常勸人家 你只要擦口紅 那絕發紅的 都代表身體健康 有活力 有生氣 有氣 對不對 長風濟氣 所以 誰像 誰命裡 這種 真的很賢 叫我擬年化 把那個 你皇祖可以當成一個人 你的面相當成一個人 你的民主當一個人 那個部位有問題 就是哪個部位 我身體有問題 所以你門破爛了 你的門破爛了 你的門破爛了 那你自己不修好 那代表你的嘴唇破掉了 那裡面呢 鞋子亂擺 脹兮兮的 亂擺東西 門口面內的門 代表你的牙齒都爛掉了 很髒 裡面呢 不然那個嘴唇壞掉了 你破了有洞 請問你嘴唇破了 牙齒壞掉了 你會出東西嗎 你吃東西就很痛 你就沒有辦法出這個財 它是嘴巴最咬錢的地方 我們要長風濟氣 這個氣來的 轟來的 要把它抓到家裡來 你才會好 結果你 你牙齒不好了 你嘴髒兮兮的 嘴唇壞掉的 嘴唇壞掉的 痛 你怎麼吃東西 就吃不到了 那你賺不掉的錢 賺不掉的錢 所以我們寧願畫 就是把羊仔皇子 想像一個人 那個口 就是我們的嘴巴 那是要吃東西的 要賺錢 納氣的地方 所以你養仔很重要 對不對 結果今天顧問跟你講 你皇子當成個人 很簡單就會看命 看命 我去一個老闆的妻的家 他說他小孩子在國外出了一點問題了 就有問題了 那我去他 他住的是不動的皇子 那我一進去的時候 前面的一個窗戶 他破了 壞掉了 沒有叫你馬上去修復 最後用一個木板把那個窗戶定起來了 因為壞掉了 他用木板去修他 所以一邊就定了 就定了木板 一邊沒有 一邊沒有 因為皇子 門在中間 後面兩個 前面旁邊兩個窗戶 這個一個眼睛就瞎了 那各位要知道 前面就組豬雀 豬雀也組鳥 你知道 鳥也組的是小孩子 就像我們在廟裡拜拜的時候 各位也知道那個羊仔的配置 太子爺為什麼在排在最前面 太子爺為什麼在排在最前面 因為前面是火 五十的五是火 這火 是藍荒 是火 北荒在後面 左北朝藍 一般我們都這樣 後面是北 前面是藍 我們這樣看 藍荒是小孩子 那個眼睛就有一邊 壞掉了 而且是左邊壞掉了 然後我說 這你的兒子 大兒子 那外面嘛 外面嘛 對不對 到外面去發展 結果受傷的眼睛會一定會出問題 他眼睛就瞎了 所以你發現 你家裡面的人眼睛又不好 你注意觀察你的窗戶 你的窗戶有問題 所以窗戶最好前面窗戶不要一大一小 代表你的眼睛一顆大一顆小 大小眼 那這個房子裡面有連大小眼 所以 我們要知道 洪水是有他的用 影響 那個像 就是 老天要告訴你的信息 神門密法 所以 很多人來給各位看 看著主位 我說 口祖寧 那個 小眼 在子偉裡面的田財公 受傷了 那你的印剛好 經典的印 因為房子 田財公走到你的財婆公 你財婆公跟田財公相跌啦 所以你會破財是因為這個房子所影響的啊 那我去看你的房子 因為你的名字來看 你的事業 第三個是事業 黃族沒有問題 可是你經典的印不好 那可能是黃替產 我去看 我說一看 因為口是賺錢 賺錢收入 你的門一定出問題 你門一定有問題 還有怎麼樣問題 很簡單 你去站到前面去看 看他的門 門口都換了一些髒東西 擺得亂七八糟 不然你的門口 門 對氣都搂衝 碰到電線桿 看到一個刀 一個打 就是這樣 打到你的嘴巴 你嘴巴就痛 開不出來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每一顆星 每一顆星 代表哪一種人 像主位是代表皇帝 天濟夜 我們就說 諸葛亮 也很好玩 也是寧願化 每一顆星 每一顆星 代表哪一種人 像主位是代表皇帝 天濟夜 我們就說 諸葛亮 每一顆星 兩顆星 四星 四星 十八糟 全都寧願化 寧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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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星 三星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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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寫風水 陽彩 顧問先教各位 稜念化 所以前面幾期 顧問會擠 一個房子好像一個人 為什麼有那個撒進來 前面還是後面是哪裡 會傷到你什麼地方 因為一個房子 上面就是頭 下面就是腳 你的腳會斷掉了 還是住到什麼房子 你腳會斷掉了 你的脊椎會出問題 因為房子是怎麼樣會出問題 從看洪水洋宅就可以看出來了 所以我們媽子的信徒 我們除了學一些佛禮來度人 要斷惡修善 要學菩薩心 花菩提心 行菩薩道來度人 要學習佛禮 無我 一切都是無智 無相 無偽 無作 一切都是空 都是假的 放下 可是我們要很積極的是 幫人家解決目前的問題 它所發生的問題 我們馬上可以發現 而且馬上處理它 所以你有爛 有緊急的 受傷的 流血的 你總不能告訴它 你要做好人 做善事 才會長壽 你講到什麼用 他現在在流血 他受傷 你要趕快把它包紮 趕快去看醫生把它包紮 止血 對不對 所以這個功力要有 你要發現它的問題在哪裡 馬上去解決 從洪水洋宅去解決 我們只能看出他洋宅有問題 從面向 他的小黃子向滑 他的田宅共有問題 從指揮斗士 他的田宅共有問題 從他的名字 第三個字的洋宅有問題 經典的行印有問題 就知道是洪水洋宅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告訴他 你可能什麼問題就回去注意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會 洋宅洪水的一些嘗試 今天各位分享門口 口 還有耳沖木屏 窗戶 各位有點了解 真信 不疑 開始去印證 信 信的各位講的話 以後了解 這泥黏化 一個黃子可以當成一個人 前面的窗戶就是眼睛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遠 有沒有一個view 視野 能不能到國外去發展 能看到國外的一個信息 而耳沖可以聽人家的話 聽老師的話 他會不會聽 還是聽了都是一些不好的話 那不好的氣 都接受到不好的一種觀念 就從一個洪水洋宅 我們就看得到了 你只要信了 然後了解了 然後開始行 再試看看 那自己的家的窗戶擦乾淨 鋪櫃弄好 放在裡面看不到 不要有湊氣 門口不要有湊氣 讓湊氣進來 不管在外面 在裡面 不要在外面把鋪櫃擺在門外了 不要這樣 沒有功德心以外 讓自己讓人家討厭 而且自己會生病 病氣會進來 那自己裡面也要整理好 盡量都鋪捨 所以我們開始來學習 揚仔洪水 你就可以渡人 就可以幫助人 一改 開始藥慢慢會越出越少了 然後開始要再鍛鍊 審找到生病的原因 開始鍛鍊找好的醫生 真的身體才會健康 所以藥後膩 藥後忌氣 這個氣 這個風從門口來 病從口入 耳從木鳴 就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請大家合掌 恭請媽子 說的古早節無故的任期 那摩天上 生物菩薩 那麼天上 生物菩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佛此罪胜 颠倒非实意 不能见正觉 神佛都已成道 神佛都是平等的 其行愿、功德都是不可思议 一佛即是一切佛 一切佛即是一佛啊 不要起分别心 若有人说 此佛最殊胜 别的佛不殊胜 此种说法是错误、颠倒是非 不真实的、尚未入佛的知见 众生仍在六道轮回妄想中 什么样的人拜什么样的神啊 妈祖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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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 妈祖网络大学堂 来学习 妈祖圣道的知识 今天我们要分享华语 亲说 有人常常来问顾问 观音比较大 还是妈祖比较大 有人猜说 他的神很大 什么事都可以办 我们常常说 佛有三不冷 不冷 定我们成活 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的英国 那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英国 对不对 佛也无法去度 无眼之人 所以 他那个神 那个佛 他们家的那个神 他信的那个佛 他无所不能 什么事都可以办 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顾问 哪个神 哪个佛 比较大 那今天 顾问就来讲讲 华语经的这段经文 那这个经文就在讲 我们在实法界讲 有最高的佛 菩萨 然后 罗汉 元节 天道 神道 然后再人道 阿修罗 然后 畜生 恶鬼 地义 有那个实法界 那真正的神佛呢 他也是在人道之上的 就是他行实善 阿除实戒 没有身口意与业 他才能到神道天道 那佛呢 世生道更高 他呢 佛教讲的 他修了世生替 神道 没有人 他家能到家 一步 所以 神道 在 大字 神道 就是 神道 担设 由 神道 将 öz 神道 神道 他都是平等的 我們來講以道教講的叫六道 他就是神啊 六道最高的神 神包括了佛教的所謂的 恩傑羅漢菩薩佛啊 他就是用神來代表 那神佛呢 來講就是以我們道教來講 他是高於人啊 天堂啊 所以這是平等的 他們的行願 所作所為他們的願望 信念行的行願 功德呢 都是不可思議啊 不是人可以去想的 不是人可以去想 所以我們稱一個佛 就是一切佛 那一切佛呢 就是一佛 就代表一切佛 所有的神佛 就是在拜觀光啊 拜觀音啊 拜所有的神佛啊 那代表天啊 對不對 我們拜一個天公 也代表在拜媽祖 代土地公啊 都有啊 所以他們都是平等的 那其實都是假象 就連帶分的 所以一佛呢 就代表一切的佛 所有的神佛啊 一切的神佛 就是用一個佛來代表 所以我們拜媽祖的 也拜土地公啊 拜觀光啊 聖黑師我們也尊敬 所以我們拜媽祖 所有的神我們都拜啊 所有人說我們是雜神教 其實我們就真的是 根據佛理 一記一切一切 一切記一啊 一佛就是一切佛啊 一切佛就是一佛啊 所以不要起分配心 他竟然是神佛 你拜神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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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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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 那別的活不失聖 別的活不偉大 楚總的說法是錯誤的 顛倒是非 所以不真實 所以你還沒有入活的知見 你真的智慧都還沒有開嗎 沒有開嗎 那眾生因為還在六道輪迴之中 我們就有妄想 所以我們才有分佩心 所以我們常常講 以佛心看人人人都是佛 以鬼心看人人人都是鬼 那因為我們是恍惚 妄己還有妄心 所以我們會有分佩 所以當然呢 我們就會分 你是地獄啦 你是鬼啦 你是畜生啦 你是人啦 你是神 因為我們是人嘛 所以我們都用人的想法 因為我們還六道輪迴啊 所以我們才會有妄想 所以宗教在教我們 也會用這樣的教我們 就是 比如花恩經 就善才五十三餐 其實整個菩薩修行 他把它分成五十二節 一節一節就會分成 十信啊 上去呢 十字啊 十行啊 十肥相啊 十地呢 然後再等節 妙節 有這樣的節 慢慢慢慢的修 其實 你真的 入花恩經去研究 其實有鈍教 鈍鈍 所以一下子呢 如果是一節 你真的 一節 你真的 你就全通了 就成活了 也就是說 你不管五十二節 你有一個階級 你真的下功夫了 修了 你就全通了 就成活了 當然 他是用一節一節 讓我們 建修 一修慢慢修 一年級 二年級 這樣修 那事實上 以神我來講 我們拜一拜的神火 不能去分成 就算這樣子啦 那因為這是我們 恍惚啊 才會有小學 中學高中啊 那真正的神火呢 他已經悟到了 他已經成大了 那所以說 我們常講 萬靜黃眼 年能長清靜 天地細之歸 那也就是說 我們能 心能靜下來的 明心如靜 天性無難 有上面的法會 的智慧的時候 我們宇宙所有的智慧 天地所有的能量 全部都會回來 所有智慧回來 那所以 沒有什麼要分 哪一個神高 哪一個神低啊 那因為 媽祖信仰 媽祖在世的時候 是信奉觀音 是信奉觀音 當然是 以觀音思想來 學習觀音思想 可是他後醒了以後 他成道了 他就是觀音啊 他就是觀音啊 他跟觀音沒有分別啊 所以你拜媽祖 拜觀音都是一樣啊 你拜觀音也是拜一切的佛啊 拜媽祖也是拜一切 你觀音也拜了 對不對 但是神我都是真的是平等的 所以 眾生都在六道輪迴的妄想當中 才有這種分別心 所以我們怎麼樣的人 就會拜怎麼樣的神啊 所以你是眾生 恍惚啊 你才有分別啊 哪一個人高哪一個低啊 那個神比較高 那個神比較低 你有這種分別心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拜了神的格是怎麼樣 因為你是連道嘛 彷彿嘛 所以你拜了神也是彷彿啊 也是連性啊 連格在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當你了悟了 了悟了 生活都是平等的 所以心佛眾生不餓 不分別 這才是活的一個智慧 所以 生活有沒有高低 真正的生活 沒有高低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那個佛啊 那個神啊 最殊勝 最厲害 你是頂倒非十一 你根本就不了解真相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你見不到真正的智慧 正解就是活的智慧 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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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去 以上是故文的分享 如果再有人問你 那個神是不是最高的 那個神最厲害 我拜那個神最厲害的 我們就知道怎麼樣的人拜怎麼樣的神 以俗法界 我們的學習當中 還在六道彷乎人道 我們是有這樣的分別 你既然有這個分別 你還在六道輪迴 苦海當中流轉 你根本見不到正解 見不到如來的智慧 還沒有開悟 所以一佛就是一切佛 一切佛就是一佛 一即是一切 一切即一 以上是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主慈悲 YDM智慧禪 不要傷人 YDM智慧禪 不要傷人 因為你已留下一個永恆抹不掉的傷口 聖言聖行 永不傷人 才是真慈悲 媽祖慈悲 不要傷人 本週一等馬子特別抽出智慧禪 來告訴所有一等馬子的孩子們 馬子的孩子們一定要注意 我們不要傷人 那傷人最重要的最需要是這個口 當你不小心講話 怎麼樣傷到一個人 或是做事 行為 一個不小心傷害一個人 你再多的道歉都是沒有用的 那比如你的話 不小心導引錯了 交壞了一個人 或是你誤會了一個人 或是你講話 破人家冷水了 害人一輩子都失去了信心 這個口 口業 你再多的道歉後來的彌補都沒有用 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所以你留下的永恆抹不掉的永三口 另外你的行為不當 當你開車停車隨便亂停 害人不小心跌倒了 受傷了 腳斷了 你再多的一個道歉都沒有用了 人家那個傷口永遠都在 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 一定這個口要慎遠 要慎行 你的那個行為一個動作不小心就會去傷害人 所以真正的慈悲就在於我們會很小心講話 我們很小心講話 所以不知道 不清楚 就不要亂講 聽到什麼 不要馬上就喘下夠氣 一定要謹人盛行 這個謹人盛行非常重要 當然我們的行為是一樣 如果交通不小心奢侈亂停 或者開的太快了 我們傷害的人 你的手斷了 腳斷了 頭撞傷了 一輩子就不會再歸遠來了 所以我們傷害一個人 永遠是抹不掉的 所以前的人講說 我的是刀子口 鬥五心 這絕對是個錯誤 馬主委告訴我們 那絕對是個錯誤 因為你傷人了 你不要講著說你的心是好意 所以我們要特別要注意 一定要愛 那光愛人家的話 我們才講 千萬不要傷人 那我們的行為 也不要讓人家受傷 所以一定要盛人盛行 這是本週呢 馬主對我們的一個提醒 要做一個慈悲的人 真正的慈悲的人 第一個 不要傷人 不要傷人 我曾經遇到一個 機程車司機 他十年從來沒有接受一個紅單 接受政府的一個表揚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拿到這樣 魔幻的一個駕駛 他說呢 我開車出去都特別小心 我把自己當作 我牽了一隻老虎上街 絕對我的車子 不可以傷到別人 這個就是真慈悲 以上呢 各位同修 我們都是伊德馬主的孩子 把伊德馬主當作天上的媽媽 我們要謹記他的智慧禪 做一個不要傷人 我們的口不傷人 我們的行為不傷人 我們的心也不會去傷人 這才是真正的慈悲 這才是真正的慈悲 接下來進行的性命雙修 身心並練的道工的練習 那我們可以聆聽這個音樂 你可以靜心的靜坐下來 我們閉起眼睛 一起來送樂 後世呢 站起來 跟著以牧尾所做的動作 一起來打一趟 導引工 清淨見活 到工廠 請各位呢 閉眼 閉眼 後世起立 六字大名眾 蓮花清淨心 拯救人間苦 此堂度眾生 離苦而得樂 離苦而得樂 福祿受靈門 福祿受靈門 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難無欲得嗎 視聚無 Rabbana做 難無觀音菩薩 難無無菩蜜陀佛 中心聖母 庆祁��� 無菩薩 中心聖母 阿溫 中心聖母 中心聖母 Om a ni ba m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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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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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